大家好,我是阿森,在上一个视频里我们介绍了处女座,这一期视频我们聊聊天秤座。 每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出生的人属于天秤座。 天秤座的人社交能力强,具有很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天赋。 前英国首相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,英国著名音乐家,披头式乐队的创始成员之一约翰·列农,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。 它们都是天秤座。 天秤座位于视女座与天蝎座之间,这个星座有十几个星系,使用八英寸及二十厘米,或更大望远镜可以看见星座中最亮的四颗星Alpha、Beta、Gamma、Sigma构成一个四边形。 贝铁星由合春级大三角构成一个大菱形。 天秤座贝铁星的中文名是D秀4,它是全天唯一一颗肉眼可以看见的绿色的星。 天秤座Alpha星的中文名是D秀1,是一颗双星,由亮度5.2的Alpha1与亮度2.8的Alpha2所构成,呈蓝白色。 天秤座Delta星,中文名D秀1又名蓝敖,与阴仙座Beta一样,天秤座Delta是一颗十双星。 十双星就是两颗恒星周期性的互相经过眼识,从地球看来,它们的亮度就会发生变化。 天秤座μ星,它是由亮度5.7及6.7的两颗恒星所组成。 天秤座Iota星,中文名D秀2是一个复杂的巨星,肉眼看是4.5的星星。 在希腊神话中,众神和人类是和平共处于大地上,但是人类好斗,经常发生战争。 为了衡量和裁判人类所做的善恶,正义女神阿斯特利亚就用天秤来判法。 后来这个天秤被提升到了天上,就成了天秤座。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有讲解不当的地方,请写在评论区。 下一集我会给大家介绍天蝎座,欢迎大家到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,赶紧订阅,打开小铃铛,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视频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。